1516 方快大考 MC 第30 題 這裡有一條帶電流的導線 放在一個這樣一個線路的旁邊 現在電流的變化情況 分別是先先電流上升 接著電流不變 接著電流下降 這三個階段的情況 這個電流計會否測到電流呢? 首先我們要明白 當電流向下降 它其實用右手套權定律 這樣放手套 就會變成 用右手套權定律 就會把電流的畫 畫一個大小小的圖 就會把空間的左手邊 這個空間的左手邊 就是我這些手指插入紙 所以這裡就會造成一些入紙的設場 這隻手如果這樣屈過來這邊放的話 你就會看到這邊 這個中間線的這邊就是出紙 即是說這邊就會有出紙的設場 其實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而那個線路呢 就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即是說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 即是紫色這個部分 如果當電流在第一個部分 在增加中的時候 我現在是說這個電流 這個電流在增加中的時候 即是說對於這個線圈來說 它就會經驗一個 越來越強的入紙的磁場 即是說對於這個線圈來說 我現在畫了這個線圈 在裡面 因為全部都是入紙的磁場 就越來越增加的時候 這個線路就要留一個相反方向 它多了入紙的磁場 你就要做一些相反的東西 就要做一些出紙的磁場 所以在這個階段 這個感生電流的方法 是需要這樣留 這樣留的 即是說這個階段 在這個線圈二 線圈二的感生電流 是會有一個數值 而因為這個增加的速度 是平均的 所以電流的數值是會穩定的 但是在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 就是電線一的電流已經變得穩定 即是說這個磁場已經不變了 即是說對於這個線圈來說 就是沒有磁通量的改變 即是會有磁場強了或弱狀 這個階段 就應該是沒有感生電流 這個階段應該是沒有感生電流 在這個線圈 然後第三階段 根據這個題目所說 就是一個電流一在減少中 電流一在減少中 你可以想像就是 跟剛才剛剛相反 就是這個入紙的磁場在減少中 如果這個入紙的磁場在減少中 就要把入紙的磁場給它 所以在這個階段 感生電流的方法 就要是黃色螢光筆這個順時針 跟剛才的紫色螢光筆的逆時針不同 所以圖在線圈二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適時我們未必分析得那麼好 但是肯定一樣東西就是 中間線電流一在一個穩定數值的時候 這個位置 中間這個位置一定要是沒有感生電流的 所以這個情況是 我們只能夠接受這三個答案 是但一個 然後再看的時候 就是紫色的位置跟黃色的位置 因為一個是增加中的電流 這個是減少中的電流 所以在這個線圈造成的感生電流 應該剛剛相反 所以這兩個電流 你會看到兩邊都是同一方向的電流 這個亦都是錯了 這個亦都是錯了 那麼第三個位置 比較難受 就是在這兩個裏面做一個取寫 這兩個裏面做一個取寫 可能要用一個素式的關係 就是一個感生電流 或者一個感生電壓的方法 就要用這條公式 現在只有一個線圈 所以就不用理個N 我們會發現 這個 那個磁通量的改變 即是說磁通量的改變隨時間 這次的線圈的面積是不變的 純粹就是B2-B1 就隨意時間 而這次的磁場 因為這次的磁場 因為是 這是線圈的面積 除時間 而那個磁場是怎樣做出來的呢 就是Mu-Lot I除以2πR 做出來的 因為你會看到 因為你會看到 在後期代這條公式 以及在前期代這條公式 I值 這個I值 是線性地改變 所以 線性地改變隨時間 所以是 常數地減少 所以這條最佳的答案 就是 B 這個其實是這樣 這個就是 後期的電流 減 前期的電流 除以2πR 雖然看上去很複雜 但是 這些 包括面積 Mu-Lot 2π 這些全是常數 其實 推上一堆 就不用理會 其實 唯一要理會 連R 這些全部都沒有變過 所以 其實只需要 將 Mu這些 全部沒有變過的東西 推上一堆就可以了 所以這裏其實是 I2-I1 隨時間 而 I2-I1 隨時間 這個是一個 均勻地上升 所以這裏 那個的感生電流 做出來 是一條平的線 來的 即是算它的斜率 這裏的斜率 所以這裏的答案是 B